深陷进口鸡蛋风波的台农业部门负责人陈吉仲 19号晚请辞获准 于21号生效 此举被认为是替民进党2024参选人赖清德民调下滑直写 陈吉仲被视为小英男孩 日前曾向台行政机构负责人陈建仁口头请辞 陈建仁未点头同意引爆外界争议 陈吉仲挺过请辞风暴后神隐 19号现身台立法机构民进党团举行的协调汇报 说明进口鸡蛋事宜 陈吉仲受访时声称 鸡蛋项目进口政策正确 效益高于成本 却因许多抹黑造谣 造成同仁和社会纷扰 他愿意为此道歉 但未认错 陈吉仲的道歉并未平息社会怒火 中国国民党民代赖世宝表示 陈吉仲活在自我感觉良好的认知里 将所有的批判声浪导向污蔑抹黑 完全没有诚意的道歉 只是碍于社会的指责声浪虚应故事 面对批评声浪未歇 陈吉仲傍晚又召开记者会 再度鞠躬向外界道歉 当晚八时 陈吉仲在社交平台宣布二度请辞 十分钟后 执行此次进口鸡蛋项目的 台血产会董事长林聪贤 跟进请辞 台行政机构随即发表声明 称陈建仁一并免于准辞 对此 中国国民党团书记长谢一凤表示 台立法机构周五要开议 进行进口蛋项目报告 但陈吉仲与林聪贤双双下台 欲陈建仁给全台民众一个交代 中国国民党2024参选人侯友宜 竞选办公室发言人王敏旭痛批 陈吉仲即便道歉后辞职 依然完全不认错 令人遗憾与厌恶 而其辞职背后 不仅充满民进党内派系斗争的痕迹 恐怕也是为了赖清德选情而断尾求生 民众党2024参选人 柯文哲敬办发言人陈志涵说 陈此刻拍拍屁股一走了之 民进党一心想救赖清德选情 但民众已对民进党毫无信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